这个皮肤还行 咱们这把打的是鳄鱼 雷格顿 他带的是点燃 不好打 从理论上来讲呢 我是打不过他的 在前期 中期 以及中后期 我都不是太能打得过他 但是到了大后期 我会比较猛 主要他有点燃 因为一个玩的好的鳄鱼 他是不怕猛多的 但他好像是中路 我们打的是带点燃的泰达密尔 也是打不过 但是到了中期 我们会好一点 因为我们很容易风筝他 但是风筝鳄鱼的话 会有点难度 鳄鱼太灵活了 我们 哎 好像 这么快 掉线了 好像 把不灭 砍出来了 好 没了 来了 不跟他打啊 我们蒙多 有有这个不灭的时候呢 A他一下 飞刀丢他就行 不要去砍他 到了二级再说 哎 风筝 你看他砍我好痛 好 我二级了 把不灭 砍出来 风筝他就好 不灭 砍出来 风筝他就好 不灭 砍出来 风筝他就好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哎 这个捞笔走位 把我卡死了 我们要慢慢打啊 我们有回复 慢慢打 反正 他也有回复 我只要能补刀就行 这个炮车是一定要吃到的 开异补塔刀很简单的 异技能能够加我的平A输出加很多 而且异技能能够重置我们的平A 这个技巧很重要 不要主动去打他 摸他一下可以 他这个钱是不敢打的 那你就 小心他的暴击 这波很多同学 我议好了 这波我议好了 我可以AE取消重置我的平A 所以我们就直接闪现上去 但是刚才那一波 第一时间 如果我们上的话 有一个可能就是 他暴击我死 他不暴击他死 那么到底是暴击还是不暴击呢 这个东西你不好讲 所以我们不赌 我们保守一点 反正他已经交了几跑 我们就已经不亏了 对吧 如果他撤了就算了 毕竟他满路 这个满路的蛮王面子还是要给的 还是要给的 不要拼这个拼人 这个不好 不好说 你这个E最好是添加平A 他在卡线 没关系 他卡线的话 我们呢 可以直接TP上去 买错了 好 行了 不要想着杀 在塔下 不太现实 小心打野 虽然打野 虽然打野是健身 但是我们没有到6的时候呢 还是要给一点面子的 这个蛮王呢 已经不太好打了 我现在的回复能力 我选越多回复能力越强 他过来我们就开W 然后A接E 小心啊 小心打野 就是很多同学会觉得我说 你怎么打得这么怂 其实不是我们怂 我们蒙多在前期 一定要防干 知道吧 一定要防干 只要你不死 哪怕说有人头你不吃 保证你不死 那都是赚的 懂我意思吧 那都是赚的 你说像现在 那他这匹我就要杀他了 对吧 那我就杀他了 你这个打野来 我也不虚了 好 一个带着红buff的E打 还是能砍死我的 我血量太少了 他也溜了 但没关系 咱们有大 咱们有背水一战 咱们 打野在附近 可以勾引一下 适当的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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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假装打不过要跑 哎 在实际上呢 是 哎 你看 先给他缓速啊 好 一口咬死 拿头撞死他 他是没有点燃的啊 但是我们要注意他的暴击 反正他已经被我们卡位了 他跑不了就行 好 我们可以吃一手塔皮了 我现在的血量一大四来 我们也死不了啊 不过他们的打野好像是掉线了吧 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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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有点 好 留一个格子 因为我们点了这个啊 神奇之邪 省300块钱 现在护甲已经达到了120 啊 我有闪了 有大 感觉就会大很多 我们过塔 牵制他 他想太多了 骗他一个急跑 给个大招即可 给个缓速啊 他也追不到的 他是没办法的 这是不亏的啊 骗一个急跑 骗一个点燃 我掉了个大而已 没用的 我们风筝能力黑 非常强 这个病毒太多 他缓速很高 根本走不动 我大招早用早CD 我现在有这个肾上限速 回复很快 你要真拼起来呢 我还真不怕你 他没路的话 他没路的话 暴击几率很低 我可能要细耍他一波了 他没有选择冲塔 鸟了 除了他的打野是掉线的 所以我们打得比较奔放 所以我们打得比较奔放 再吃一层塔鞋 我倒门好了 了 还有 有 他 没有 所以他是在敌的 为什么 我还没有 很难打死我的 先给个缓速 这波没办法 我不太敢靠近他 靠近不了他 他的大招时间还是蛮久的 5秒钟 但是我们造型实力也不亏 也不亏 蓝buff在我手上 鳄鱼不见了 我原地B 还是在 好 准备回家 这个w是不可以把自己烫死的 是不可以的 这是烫不死自己的 你看 我就这么一直开着 我也死不了 我也死不了 骗他一个 骗他 骗他一点时间 好 这把他们一达是掉线的 所以我们打得很舒服 而且打到后期 像这种阵容我无敌 因为是菜刀队 我的出装就太简单了 狂堆护甲和血量就行了 我就无敌了 那么不要脸 他就有惹我 把自己烫死的 他就会被把自己烫死的 我还不得了 看起来 现在已经死不了了 已经死不了了 好,这波我可以来了 刚才没必要,但现在可以 一个菜刀 一个菜刀 咱们把四杀留给了队友 对面吊鲜 我非常的热 我在勾引他们 其实我这个血量是杀不死的 他们心里有错,也不敢来 他有点燃 情况不对,赶快撤退 对,边缘OB远程丢斧 好 这一波咱们没办法 因为有点燃 如果没点燃的话 咱们可以上去吃伤害 这一波咱们可以上去收一波钱 这一波我的亚索也不会说我什么 因为血量着实太少了 他也心里有数 这一波我的亚索也不会说我什么 因为血量着实太少了 他也心里有数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伤害是要慢慢打的 不是说一次性打出来的 我们打不出来 我们伤害是慢慢揉的 给我足够的路线 我就能够打出很多的毒素 我们点的爆破 这个塔要拆 开启我的肾上限速 非常的热 非常的热 好咱们把爆破触发 打完就溜 好像没人来 我居然又拆了个塔 1万 杀我不太现实 我们这个背水一再一开啊 太肉了 护甲值高达200 开启W还有个魔抗的提升 蓝盾出一个然后呢出个这个 虽然这把没有什么ap输出啊 或者说ap输出不多 但是我们绿甲还是要出啊因为他的这个治疗效果提高30%这个很厉害 2800 这个打不死了啊这打不死了 现在至少有三个人激活我配合点燃才有可能将我击杀而且都有控制啊 否则的话是不可能的 太肉了 你继续猜 继续猜 他们现在对我没什么兴趣 好 这把他对面掉线呢 我们猜就行 我们猜就行 所以这把我的砍 但是我反体水了 因为他结合了一个W 好像把我秒了 并没有给我足够的回复时间 卡莎打我的话会有AP输出 魔法输出1250 AD输出的话就很少了 我吃了他一个W重击 被打倒了 不然的话我会打不死的 而且我把他的灯笼给卡住了 明白吧 灯笼给卡住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眼 我可以卡他的眼 这个灯笼 咱把大龙吃了吧 来我们两个打 我们两个都有额外的魔法伤害 来不用怕 可以打 我抗龙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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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蛮王要过来 我等他 我有蓝盾 他在我面前可能就是一个小青年 我也没有开大招 他就被我打死了 我在勾引 我在勾引 勾引成功 好 控制在失血 勾引成功 勾引成功 血量控制几乎完美 血量控制几乎完美 控制在失血 然后再回复上来 这个技巧对于萌多来讲很重要 这样你能骗很多输出 拖很多时间 保定 只能说他们的锤石啊 太冲动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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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